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合作 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对中国企业做有罪推定并发出威胁 这暴露了美方所谓的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 也违反了世贸组织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 不利于美国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近期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媒体表示 不应在社交媒体领域搞双重标准 中国的有关互联网软件顺应了公众和市场的需求 为各方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有利于各国社交媒体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们呼吁美方一些人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 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市场主体 在美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 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这事关美国的形象和幸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